文乔斯林 当一个男人为了发生性关系付钱给女人 很多人会把这些女人叫做映照女郎或妓女 但对于和超过800名男人发生性关系的 Sheryl Kahan Green或Rita Bill来说 他们的工作叫做性代理人 Sexual Surrogate和映照女郎的差别是 性代理人需经过性治疗师的训练 才能替有性问题的客户提供性治疗服务 性代理人需经过性治疗师的训练 才能替有性问题的客户提供性治疗服务 图达至影像 尽管有些会试图认证这个职业 但因工作涉及性行为 所以这个行业一直备受争议 一堂两小时的疗程行情约300美元 约台币9000元 性代理人通常在六堂疗程后 才会和客户发生性行为 对于外界的质疑 Rita Bell在New York杂志的采访中表明 幸福导师只讲理论 而她的工作则是实际行动 当她接新课时 会询问对方成长时期对性的态度 以及几岁破处等问题 接着她请客人脱衣 然后在烛光下用手当客人做 渐进式触摸的练习 他们的客人包括触男 运动员 编剧或残障人士 帮助客人学习如何亲爱吃主要任务 像是现今68岁的Sheryl Kahan Green 在26年前曾帮助过她的客户Mark O'Brien 已过世的Mark O'Brien 当时是36岁的研究生 因小儿麻痹 全身瘫痪 需要用铁肺呼吸 他也是华裔导演于灵敏的 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呼吸的代价的主角 学术表现优秀的Mark O'Brien 渴望被爱 爱抚 珍惜 但却因自卑而不愿正视自己的需求 无助的她找上 Sheryl Kahan Green 在这位信代理人的帮助下 不但成功破处 还让她找到追求性和爱的勇气 不过对于信代理人的合法性 纽约的法务专家议政词严的提出抨击 这种性交易有涉及到金钱 就是非法行为 非黑即白的法律条款 无法解决人类对于情欲的渴望 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困境 不过无法否认的是 信代理人的存在 就像是黑暗中的灯塔 带给迷途航员一丝希望